很想怎樣做的味道 好感動 在布拉格竟然吃到正宗台灣味 好了 今天就要出發去布拉格 但其實我們是下午的車 但因為我們有計算錯誤 總之我們現在就很早來到河西站 發現維也納的河西站原來是有各國的美食 所以我就叫了個越南湯河 旁邊會有酸辣湯和日式炒麵 然後這位小姐打算點後面的印度咖喱 正! 因為吃了很久 麵包、腸、肉 很嚴重 終於可以吃湯麵的東西 好香喔 她聞起來是那個味道 期待中 2、3、4 它是很甜的糊 不是不好吃但是很甜 但你會覺得很爽 因為吃了歐洲菜 西式菜 然後終於吃了一些東南菜 你會覺得很開心 東南亞菜 我先試一個酸辣湯 雞好像比較嫩 它是酸辣湯 但它辣成分比較重 我很喜歡喝酸辣湯的 好棒 這裏是不同的 Green Express 終於到布拉格的住宿了 超美 上升了給我們 首先這個玄關 這邊有個廁所 超大 然後對面 就是一間房 然後這邊有樓梯 對 以為只有這麼少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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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 客廳 真正的主人房 衣櫃 廁所 超大 真的 但是因為 我覺得房太大 關口 因為我怕 所以 我會睡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出去吃飯 嚇到我這個東西 是餐廳 完全看不到了 所以它其實在這裡截著 很暗 正啊 只是325元 真的便宜到爆炸 這是什麼 我們點了 Homemade Lemonade 然後呢 紅色在底 是否太會蠟燭 有一陣 不知道是什麼梅的味 Berry 但是完全不是 不是 其實蠟燭是真的有作用的 因為這個真的太暗了 是完全看不到我們 我們是看不到食物 所以是需要這個蠟燭的 終於覺得這個蠟燭不是我們 是 是 氣氛 是真的有它的照明作用 這個醬挺好吃的 又吃得很累的包 還有這個醬 是清爽的醬 一定很棒 其實來布拉格是一定要吃豬手 好期待 但是 忍不住要說粗口 我以為它會脆皮 但是它是軟皮 切不到豬的皮 它一塊 它一塊 不想吃 不是 切不到它 好黑 我可以了 好辛苦 我以為會很咸 一點都不咸 我們吃完了 然後呢 我們只是港幣的387元 我們叫了一個豬腳 然後一個鴨腿 還有一碟雞翅 還有三大杯飲料 不用四百元 每個人都是一百元多 是真的 好便宜 布拉格的消費真的高一點 跟布達布斯差不多 我們覺得價錢 但我們覺得這裡的味道 就是沒有我們預期中那麼好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沿途以來都吃得很鹹 所以我覺得這裡 這個味道算是比較溫和一點 好 今天呢 我們現在八點鐘了 然後準備出發去一個小鎮 然後呢 都是站起來訂的 然後 應該都會 整天都是在那裡的 因為都會有一點點距離 一日車票 二十四個小時 這些票除了可以便利店買之外 然後我們剛剛才發現這裡呢 有一個又是賣票的 然後還有七十二個小時的券 因為我們昨天忘了對錢的關係 我們問了酒店的人 他們說可以在這些購物裡 給EUR 然後他們會找回當地的錢 但我們剛才買了一些麵包 那裡是因為細部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能給EUR 但來到Starbucks就可以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忘記搶錢的話 都可以有這樣的方法 好了 我們在布拉格的第一個行程呢 就來了這個叫做 呼倫諾夫巴德傑為契 笑什麼 這個 我跟我說錯了 我都說不到 因為 我不懂得讀 我覺得它中文很巧合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選你呢 是因為它寫著 波希米亞浪漫小鎮 我們這次呢 真的去了很多 什麼世界上最美的小鎮 跟著最美的cafe 所有最美的地方都上來 但其實這個地方 是非常之近奧地利 如果是 這裏開車去奧地利 就是一個半小時 但為什麼我們會去布拉格出發呢 因為我們上網 真的找不到旗下團 我們只是在KD找到這個一天團 所以呢 就不如在布拉格出發過來了 現在這個呢 就是歐圖卡二世廣場 它呢是中歐索一索一索一的大廣場來的 這個手套還可以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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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真劫 這個是豬 這個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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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牛 不是原來的 鹹鹹 那個粥 很美味的 很美的 吃完飯之後我們終於過來 走了 超大超美 其實也挺浪漫的 這個小鎮 說是最浪漫的小鎮 過來拍照真的好不錯 這個年紀中筆呢 都是這樣滑上去的 它不是真的磚 它是平面來的 然後現在呢 我們是走過來橋這個位置 就可以飽覽這個風景 四元可以嗎 我沒有一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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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要給小費司機的 然後我們總共給了 4元歐羅 不知道正不正常 這個價值 如果有經驗的朋友 麻煩留言跟我說 我不知道 應該要給他們的錢 看不到 名字 看不到 好像魚輪 為什麼這麼漂亮 這麼小把 這麼有設計 但是我們不可以買 因為跟車的東西 他們要安全 要檢查 真的嗎 那你申報就多了 有個旅遊小知識 就是在香港機場 如果攜帶這些窗型的東西 入境的話 是需要被檢查 然後就會浪費多一點時間 但是出現之後就沒事了 是被勤朋友說的 瘋狂購物中的兩個人 不過真的蠻漂亮的 因為他現在這個尺也很可愛 不好意思 他這樣轉出來 很難轉 不會啊 是還轉 我也覺得好像很漂亮想買 我因為你是上班用的 這些都有旅行的用品 一系列 很漂亮 好棒啊 Flying Tiger 我也蠻喜歡他們 然後這個巨型水杯 結果最後買了一個 食物 Body lotion 鎖 烈瓣 還有一個換回來 專門買一些咬的東西 這裡是一對25.2 我想說這條街 然後它很多間這些兌換店 然後很多都是寫著這些0% 但是我們這間0% 和那邊街頭的那間0% 是可以測的 剛剛那間是一對16 為什麼它差這麼遠 純粹看看有沒有人上當 我們呢 在算是剛剛市中心的位置 然後搭了20多分鐘 車來到一個算是遠一點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來呢 因為呢 我們好像以為來了很久 但其實只是一個禮拜 但我們都很懷念這個 我們家鄉的風味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吃麻辣火 驚恐怖 真的沒有人的 不過這裡就是全部住宅 真的只有我們才會這樣來 不好意思 是不是這裡 那那個像不像 它的招牌超小的 我們進去吧 有密碼的 美食 紅蘇姬 炸豆腐 涼拌黃瓜 台灣菜也在布拉格 涼拌黃瓜 很想做這個味道 為什麼我們會來這裡呢 就是因為其中一個我的IGFollower 他介紹說我可以來這間酒飾餐廳 然後誰知道原來呢 他就是在這裡做事的 然後呢 他就準備了這個鹽酥雞給我們 然後他說鹽酥雞在整個波拉格 只有這裡才有的 所以 啊 超感動 是真的台灣味 不是有些台灣人做的 都未必是台灣味的 但是呢 好棒 哦 好感動 其實 說真的我本身對這裡是沒有期望的 就是我會覺得 應該是迎合了這裡的人的口味 誰知道沒有 正宗台灣味 有蒜嗎 有 我要蒜跟麻醬 醬油 謝謝 哇有這個醬料一定會不會吃 我們發覺呢 這裡的檸檬全部都是紅色的 然後喝下去呢 有一陣梅味 那個 蘿蔔唇啫喱的紅色的那種啫喱味 你要出現在我的vlog裡面嗎 好啊 好啊 那我要講說 沒有啊 你只要出去就好 哇賽 羊羊鍋 那你們是同事嗎 啊 你們是同事 牛肉 嗯 辛苦了辛苦了 他 他手做的 好棒 我有麻辣頭 沒有很燙 欸我覺得好像沒有到太辣 你是故意沒有放太辣嗎 沒有沒有 我覺得好喝 回憶的味道 我真的吃麵包太膩了 這個禮拜 受不了 吃完這個牛 哎好吃啊 我覺得呢 他們說是用 這裡的本地牛 這個本地牛 我覺得是特別有牛味 是很好吃 欸 哇 薄蘋果好吃 我真的好感動 菜菇拉竟然可以吃到台灣的味道 快哭了 好 好 我們的Shot 只有我們三個喝嗎 你到底是不喝嗎 對不喝 這個很濃嗎 中文飯應該是冰爵酒 吃完麻辣鍋 我們要喝Shot 傑克的Shot 乾杯 一口乾 噢 真的好淺喔 啊 吃了吃開心 我們現在吃到十點了 然後他們要關門了 然後呢 碟員呢 早上我們喝酒 然後我們喝完就回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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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